这个月月底 莫斯科派人给我们满洲省委 送一部电台来 太好了 需要我们做什么 你们的特工 需要保护电台和交通员的安全 我明白 小满姐 现在满风天城 都填满了通缉你的报告 你现在出门很危险 要不我带你去接头吧 交通员的手里有我的照片 一旦发现不是我本人的话 不会给你电台的 而且 我现在已经来不及 跟莫斯科那边商量 变更街头计划 我又不能去火车站 我想 你能不能把那个交通员 带到这个咖啡馆来 这个没问题 好 就这么定了 具体时间 我到时候会通知你的 交通员 她是一位中国籍的女列车员 叫姬米米 身高一米六五 三十岁 到时候 你把我的这个手桌给她 她就会跟你走 千万别弄丢了 这个是我们秘密接头的戏目 那我先走了 你一刻钟之后再走 附上 先生 有什么需要帮忙 你们这儿洗手间在什么地方 在后门 知道了 局长 我通过满铁调度员打听到 这个月三十号 夜列八点半 有一趟从哈尔滨开往凤田的快车 那那个女列车员姬米米的情况呢 据查 这个姬米米是个服务员 父母死于一场车祸 姬米米会说流利的俄语 日语和汉语 现在还尚未结婚 究竟是何时加入 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 还不清楚 这个姬米米在凤田没有什么朋友 还有她也喝咖啡 喜欢烤脸吧 这是好不容易从满铁主持会社那里 借来的照片 这个服务员长得倒是挺漂亮 可惜了 局长 什么任务 这个服务员是共产国际的交通员 三十号晚上八点半 他会在凤天站 随身携带电台和黄晓曼接头 到时候你们带人乔装打扮 在车站内外补控 局长 凤天站属于少帅管辖范围 满铁主持会社的列车 如果从那儿经过 万一那个交通员在月台上 把电台给了黄晓曼 那我们就只能等到黄晓曼出站以后 才能实时抓捕 不然日本领事馆和关东军 会找我们的麻烦呢 这样吧 派便衣在月台上 盯进金蜜米的一举一动 特别要留意 他有没有随身携带电台 我想电台这么大 他要是随身携带的话 一定会放在皮箱里 局长 这个金蜜米会不会委托其他列车员 或者乘客把皮箱带出火车站 我们就定人 一半人盯住金蜜米 一半人找到黄晓曼 是 抓捕 黄晓曼会这么愚蠢 他要是真这么愚蠢的话 我们早抓住他了 反正我们行动大队 就在出站口不空 好 等这个交通员一出站 我们就盯紧他 记住 务必活捉 不得开枪 是 黄晓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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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看一下 黄晓曼 黄晓曼 你是黄女士派过来的 对 我看约台上有好几位便衣在包围我们 这你放心 路线我已经选择好了 电台呢 在下面 你拿好 好 我们走吧 领强 怎么还没赌劲 我看这么干等着也不是办法 不就 我得上车 是 老人哪 是 跑了 快去通知局长 增派人手 全程拉莫搜查 是 是 我们走吧 好 这萧桐园已经跑了 局长 我去约台上看看 有情况 立马通知你 好 你去吧 嗯 两位小姐 请 请 请坐 小曼姐 小曼姐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是啊 我来这里喝咖啡 二位小姐 是要拼桌还是要分开 小曼姐 你是在等人吗 对 我在等一个朋友 那我们分开坐吧 就不打扰你了 好 两位小姐 这边请 两位小姐 请点餐 小曼姐可能有什么事吧 那咱们还是走吧 就别妨碍人家了 满点糕点 去我家喝茶去 也行 服务员 我们要两盒沙气嘛 还有奶油蛋糕 打包 好的 请稍等 这家咖啡厅啊 是典型的俄罗斯风味的 我很久都没有来过了 夫人 让你久等了 很久没有体验过 没有束缚 以前的感觉了 你先把电台 送到上回地下室 定包 谁 定包 两位小姐 杀起码跟蛋糕一大包 走吧 黑狗都撵上来了 你们快撤 我们掩护 跟我走 好 有进去搜 快 局长夫人 龙大记者 听说 这记者的眼睛 是最敏锐的 你有没有发现 一男一女两个共产党 这儿 你敢说 你身份 那么你身份 你身份 我给你身份 都要是被你身份 一批锐这个 你身份 你身份 那你身份 在你们殿里 有没有来过一男一女 我没有主意 好像都是女的 都是女的 几个女的 四个 我 我 两个 到底几个 有没有来过一个男的 两个 就他们两个 没有男的 你在说谎 疯子 我们走 迷恋 你们凑什么热闹 我跟文雅来喝咖啡 你们也来凑热闹 去后门看看 局长 我真不知道这儿有后门 共产党 一定带着电台 从这儿跑了 电台不见了 老子怎么向南京庄统 去交代 局长 当时在月台上 是你二弟看走了一日 这也不能怪我吧 你还要狡辩 信不信我撑了你 肯定是那个服务员骗了我 还有嫂子缠住了我 你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是我夫人 放走了共产国际交通 远合电台 局长 你恋嫂子 跟龙文雅都有相议 而且我从他们的目光中 感觉到他们绝对 就看到了共产党 回店里 审那个服务员 别打 走 二位夫人 请留步 局长 二位夫人好像是现场 目击证人嘛 怎么也得做个笔录 才能走啊 那行 做个笔录吧 马浩天 你是不是我男人 如果你还是我女人的话 请配合调查 带走 走 走 我问你们 你们是几点到咖啡馆的 大概九点折 我跟米恋逛街逛累了 就进来喝杯咖啡 来的时候 有别的顾客吗 没有 见我们两个人 对 没有 除了火机之外 就我和米恋了 真的 我再问你们一遍 有没有见过别的人 什么人啊 一男一女 女的是共产国际交通员 是个服务员 这位女的 这个女的 长得很漂亮啊 可是我没有见过 米恋 你看 你有没有见过 没见过 那行 签个字 你们可以走了 我让司机送你们走 我让司机送你们走 请留步 二位夫人请留步 无手艺你什么意思啊 笔录都已经做了 局长 我也做了一份笔录 咖啡店的服务员说 现场共出现过五个人 其中有一个是男的 带过来 这位夫人 放开她 我问你 有没有见过这两个女人 八点多的时候 这位夫人在这边喝咖啡 等到八点二十五分 这两位夫人进来 她们三位夫人好像都认识 但是 她们分开坐 不 二位夫人 买完沙漆马和奶油蛋糕 要走的时候 一个男人提着个小皮箱 带这位姑娘进来 那二位夫人 有没有和这三位共臣党说话 当时 这位夫人好像喊了一声 喊了什么 好像是个人名 什么人名 马浩天 你们逼宫 去打成招 我要回南京 向我哥哥扣告你们 好像有什么 你 走 走 把尸体都给我带回去 是 米烈 米烈 你看看你的男人 都在做些什么 你越来越过分了 以前你杀共产党 也就罢了 你现在连老百姓都杀 他们也是共产党 你胡说 那这个孩子和妇女呢 他们也是共产党吗 米烈 我现在更加确信 你嫁给这个男人 就是极大的错误 龙红衙 别正着由你搁在 你就胡说八道 你嫁给一个车夫 才是极大的错误 我乐意 你 米烈 咱们走 我 当时 好像这位夫人喊了一声 喊什么了 好像叫什么崩了 什么崩 那个接战的男人 会不会是林定邦装扮的 难道连浩宇都认不出来 可惜 最重要的目击证人 被灭了口 不过也好 人死了 服务员的那份笔录 就死无对证 定邦 今天那个服务员差点供出你的名 幸亏他死了 欧雅 今天啊 幸亏由你掩护我们 谢谢啊 再这么下去啊 我都快成为你的战友了 今天啊 你连恨死马浩天了 我觉得那个大队长 已经开始怀疑我和迷恋了 马浩天 好像也已经看出破绽了 他是为了自保 才帮助我们打掩护的 欧雅 现在斗争形势 越来越严峻了 为了望儿 我不希望你卷入太深 放心吧 我会小心的 定邦 我有个提议 你说 元帅府的司机班 在招募小车司机 我觉得你可以去试试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出入元帅府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掩护 这主意不错 其实啊 我哥 原本想安排你去奉军 当军官的 我知道你不会答应 当了军官以后 就会限制你的自由 限制你的活动空间 知道了 但是这事儿啊 我必须要向小曼姐 倾施一下 这个电台能发到哪里啊 可以发到 远东情报局的海参崴 有了这部电台 满洲省委不仅可以 与南满的大连 吉林省的长春 黑龙这样的海参崴 哈尔滨联系 而且还可以与上海的 中共中央联系 那你会收发电报吗 我当然会 我在海参崴基地 接受过三个月的 收发报训练 那太好了 现在既然你已经 暴露了身份 那就不如 你就留在满洲省委 做电台工作 你在这里当过交通员 对当地也比较熟悉 至于共产国际那边呢 那我会去报你 请求他们批准 好 那我只有留下 当好中共漫州省委 和共产国际的儿幕 哥们儿 车开得挺溜啊 没得说啊 当了几年兵 射击应该没问题吧 来 试一下 你小子深藏不露啊 得嘞 没个来大帅府上班 任务呢 主要是早晨傍晚 接送大帅的三个孩子 上学放学 在大帅府呢 司机也算是半个保镖 万一遇上个土匪绑票杀的 还能抵挡一阵子 明白 月薪三十八块先打赢 过年啊 还有红包呢 长官 我出来乍到 以后啊 还请你多多关照 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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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 咱弟媳妇的哥哥 是南京政府的高官啊 高官顶个屁用啊 我在官位拉洋车 我也没占他什么光啊 再说了 咱就是个凭手艺吃饭的 他当他的官 我拉我的车 是这意思吧 报告 进 小官 浩天 官位的太阳把你晒黑了 小官 你呀真是越来越年轻了 好 浩天啊 这次找你来 主要是想了解一下 奉天方面的情况 小官 你想了解一下 关东军的情况 委员长最近 突然想知道 关东军方面的情况 以此把握国民政府 对日方的外交政策 这满洲的关东军 大概有一万兵力 他的武器装备 还比不上凤军 凤军的主力 主要在河北 在山海关一旦 在东三省 还有十万兵力 你说的这些 我全都知道 委员长最担心的 是日本关东军 在满洲 会不会有军事扩张 现在是看不到 有这个迹象 对了 少少已经下令 为了避免 凤军和关东军 起冲突 平日里 除了值班人员 其他的抢险 一律入库 浩天啊 你说了这么多 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家官 这段时间呢 我一直在忙着 抓捕共产党 所以 疏忽了对日本 关东军的情报收集 是我失职了 你一直在忙着 抓捕共产党 但是中统局 却没有看到你 拿出合格的成绩 而且还有人 暗地里打小报告 说你的夫人 还有我妹妹文雅 暗地里保护共产党 这都是那个行动打队队长 无手意在那胡说八道 行行行 不要激动 党外有党 党内有派 自古如此 难道我妹妹文雅 真的跟共产党有关系 教官 这你放心 这龙文雅应该没有嫌疑 当然 我有失职的地方 我没有抓住 共产国际的交通员 纪米米和她的电台 也没抓住黄小曼 这次找你来 有两件事 第一 你回去之后 继续暗中收集 日本关东军的情报 是 第二 纪米米已经在哈尔滨被捕 而且很快招供了她的身份 中组部部长兼中统局局长 准备发展她为双面间谍 然后长期潜逢满洲省委 这是中统局设的局啊 嗯 还好没有抓捕她也没有枪毙她 现在国际形势复杂动荡 我们已经不能满足打打杀杀这一套 我和陈部长商量后决定 安排你 作为纪米米唯一的上线截头人 谢教官 还有陈部长对我的信任 嗯 记着 委员长和党中央 现在急需要掌握苏联 对华 对日的政策 还有日本关东军对凤军 还有蛮猛的作战计划 我记住了 不说了 哎 中午我请你 到秦淮河的一家酒家吃饭 米恋有没有和你一起过来啊 这段时间我们是有点矛盾 那我的妹妹文雅 跟林鼎帮两口子过得还好吧 他们倒挺好的 龙教官 说起你妹妹啊 我还真佩服她 都三年了 一个大记者 对一个拉黄包车的不离不弃 这么多年 我很内疚 最对不起的人 就是我妹妹了 现在好多了 林鼎帮 已经当上了少帅府的司机 这平运里工作也挺清闲的 穿着打扮 也像个上等人了 那也苦了我这个妹妹了 林鼎帮 我这个妹夫 是一个军事人才 他就是政治上糊涂 心软 不过这么多年 磨砺一下他的锋芒也是好事 你们俩都是我的学生 一定要相互帮衬 明白吗 知道了 对了 教官 那周济生在江西情况怎么样 他呀 他在江西搅攻作战相当勇猛 而且已经晋升为首都御林军 七十四师的副参谋长 中午他也过来 到时候一起给你接风 好 好 局长 去警察局吗 不了 先去女子师范学院找米莉 局长 请 米莉 喂 马局长 又来找米莲啊 是 米莲她去哪了 不知道 可能上课去了吧 那你能不能带我去见见她 不能 马局长 我就不明白了 这全奉天的人 都知道你爱老婆 可是那一天 你怎么对米莲 做出那样的事呢 大家都在同情米莲 可谁知道我的难处呢 过几天哪 要召开一次重要的会议 省委把来自哈尔滨 长春 大连三个地方 实际委同事的安保 还有接送他们过境的任务 交给了我们 这事马虎不得 你们都记住了 这次来往过境的每一个同志 都有自己的代号 任何人在接送的过程中 不能交谈 这事我会交代 马克副队长负责 出来了出来了 来 这儿来坐车吧 我在这儿 找你好久啊 你好久不见 先生 是从哈冰方向来的 是罚站三棵树 我给您介绍一下的鱼 我给您做了一桌草菜 走吧 东霖饭店 请 我看到你了 这儿 这儿呢 来了来了 别错了 走吧 走走走 来 局长 一位满铁特高客的朋友 私下高价 卖给我一个情报 请您过目 这几日已经有好几位 南满的共产党负责人 来到奉天 没错 看来中共满洲省委 他们是要开大会啊 我你 这几天灵定帮 有什么异常举动吗 据便衣汇报 没发现什么异常 每天去大帅府上班 接送孩子 就是空前的时候 与小车班司机 打打拔将什么的 让你派卧底 打入满洲省委特工队的事 办得怎么样 连个人影都找不到 这黑灯下火子砸着 我说灵定帮啊灵定帮啊 灵定帮啊灵定帮啊 要么你是金盆洗手 要么就是你隐藏得够深 把我骗得团团转 区长 要不我们找个理由 把灵定帮拘留给巴拉月 不行 这会打扫金蛇的 这次我们一定要把他们 一网打进 最重要的是 弄清楚中国满洲省委 开会的地点 区长 那个日本朋友敲了我五百线大洋 我还没来得及 向您请示就答应了 这个情报啊 五百大洋值得 来 不过下不为力啊 是 区长 这个情报 要不要向东北长官 公署警务处通报一下 先不说 这是我们的都市 凭什么让他们分享 好 丁宝 丁宝 我俩怎么了 丁宝 我做了个噩梦 梦到你被马昊天杀了 环珊都是喜 好了 这梦啊都是烦的 这个梦好真实啊 丁宝 睡吧 来 睡吧 太会拉你们去东陵饭店 好 上车 走了 我们喝完咖啡看电眼去吧 小姐 这是今天的报纸吗 是刚发行的奉天晚报 好 能不能借我看看 好啊 谢谢啊 我是你的上线奉天一号 满洲省委明天下午一点半 在东陵街别墅召开 省委扩大会议 你会参加吗 小曼姐不允许我参加 这样很好不能暴露 以后你收集共产国际 对中共和南京政府的方针路线 和苏联对日的外交政策 国际情报我直接发到南京中统局 国内情报要怎么传递 是否安排第三人 不行了 这样太危险了 以后 我们通过交通银行 奉天分行的第三号保险箱 传递情报 保险箱的密码 是你的生日 好 谢谢啊 不客气 武队长 浩宇 你们各大爷队人马 前后夹心直扑东岭间五号别墅 一定要把共产党一网打击 是 年处长 在 你带人抄了林丁帮的架 是 过了今天 我要让东三省所有的共产党 彻底消失 走 是 跟我来 马局自己不来 肯定是害怕龙文康找他算账 我才不当这个浑水呢 要抓林丁帮 你自己抓去吧 年处长 没人 守队 年处长 咱要不要留起位警官 在附近蹲坑张网 不要自作聪明 林丁帮现在已是大帅府 张副总司令的司机 咱们要是得罪了张大帅 不是找抽吗 撤 是 撤 一 二 三 三 我建议你跟马浩天离婚 他不会同意的 那你就这么耗着呀 回头啊 跟队长说说 要是有辆轿车接送就方便了 现在 蒋介石在全国疯狂搅供 特别是我们奉天 自从马浩天 调来担任警察局长 对我们的地下组织 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我们很多的同志 都已经牺牲了 走 李警察 我去后面抄 小白姐 丁帮 怎么回事 门口来了很多警察 看来我们已经暴露了 走 走 走 后面有好多警察 下去 走 局长 里面情况怎么样 都在 一个也没跑 那你为什么不冲进去 特工都也在里面 死了不少兄弟 里面人 停着 快把枪放下 快点 走了 快撤 王小曼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快出来投降吧 小白姐 你快撤 我来掩护 不行 你已经打入了大帅府 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这是省委的决定 快撤吧 林丁帮 我知道你在里面 我已经把你的家抄了 我抓了龙文雅 望儿 秀 你要是不来投降的话 那我就把他们 一个个都杀了 小白姐 你别听她的 文雅早就已经带着秀和望儿 去找米链了 现在应该是安全的 你撤 我来断后 按目前这种情况 东三省的领导更需要你 你带他们撤 我来掩护 你开什么玩笑 这是命令 你记住了 你无论如何 也要把他们顺利送出奉天 他们是我们党 在东三省的中间力量 小曼姐 快走 所有人给我冲进去 是 走 快 走 快点 走 哥 其他人呢 其他人没发现 但有地道 地道 笑儿 望儿 外面好玩吗 来 好 快蹲下 是 别一进去炸子了 我们局长也是 非要我们这儿等着 等个什么呀 那边呛一响 这龙龙牙肯定跑了呀 怎么会回家呀 这 别抱怨了 局长让我们守着 我们这儿守着呗 走 龙家官 满洲省委几乎被我摧毁 黄小曼已经被我抓了 不过 我怀疑灵定帮加入了共产党 他参加了中共满洲特工队 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我不要听到什么怀疑可能 我要的是证据 对了 还有一件事 你妹妹龙王亚失踪了 我想在全市 发学人启示 失踪了 人要找 但是 不必把学人启示 我下个月可能就去关外 学圣恭候您大驾 那个纪米米有没有暴露啊 没有 黄小曼没让他参加神委扩待会议 那就好 我想中共方面肯定会重新派人 恢复满洲省委 放心吧 他来一个 我抓一个 最近 日本外务省 就关东军参谋中村镇太郎 被我东北屯肯军三团杀害事件 表示强烈的抗议 你说法通过纪米米 掌握共产国际 对满洲的局势分析 一旦有事 苏联将对他们关东军的军事扩张 采取什么态度 据我分析啊 莫斯科正满意他国内的大清洗 对凤军 还有关东军的冲突 必然作弊上官 小曼姐被抓了 警察还打死打伤了五六个共产党员 怎么办呢 也不知道定邦现在怎么样了 他把我们安排在这儿 肯定是做了最坏的打算了 定邦吉人自有天降 你好好想想你自己吧 现在该怎么办 我不相信马浩天 他敢把我怎么样 你哥是他的黄埔教官 他对你有所忌惮 可是现在局势不一样了 就算你哥亲自来 他也还是会派人秘密抓捕你们的 有这么严重吗 我算是看透了 在蒋介石的眼里 脚共才是头等大事 所以即便马浩天再爱我 他也不会为了我放弃脚共的 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米莲 你帮帮我 我是生是死都无所谓的 可是我还有这两个孩子 来哥 敌醉方休啊 敬你 来 今天的行动啊 实在是 米莲嫂子 来来来来 坐坐坐坐 喝一杯 今天陪我们一块喝一杯 我去给你拿杯子啊 我来是想和你说 坐 我准备搬回来主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不懂了 我说我要搬回来主 你不是不知道 今天我抓了黄小曼 我知道 凤天城都传开了 我抓了你表嫂黄小曼 你不恨我 恨 我恨不得杀了你 可我做不到 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 以后你的事我就不管了 反正我也管不了 何必给自己添堵呢 那就好 只要你不管我搅供的事情 其他任何事情 我都听你的 那你能不能通融一下 明天让我去见见小曼姐 我只是见见 历经她是我表嫂 不行 现在这个时候 绝对不行 哥 哥 哥哥 里边有你电话 来 嫂子 我陪你喝一杯 你们在抓地下党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灵定帮啊 我也很想跟她过招啊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在现场都逮不着她 不过我哥早有准备 在她家安排了两个钉梢的 一旦我们抓捕的共产党 供出林定帮氏他们的同党 我哥就会立马下令抓捕他 人家拉了三年的黄包车 好不容易在大帅府 小车搬混了个司机党 你大哥就容不得别人好 嫂子 不说这些 来来来 咱们喝酒 我敬你 我不舒服 我得去请家休息 嫂子 来 别动 林先生 求 求您别 别杀我们 我们只是天命行尸 杀不杀你 取求于你自己 我问一句你答一句 敢说半句假话 我就让你戒严吧 我说 我说 这位先生 深更半夜的 你来找谁啊 我找一下米莲老师 他打电话请假说不舒服 去医院了 他住在哪家医院 我也不太清楚 你打米老师家电话问一下吧 雅娘 雅娘 我刚好像听到帮爹的声音 别说胡话 睡吧 我明明听到帮爹的声音了 快睡觉 别说了啊 浩天 救救我飙草吧 她是这世间 生我唯一的亲人了 唯一的亲人 我是你丈夫 难道不是你亲人 你不是 因为你专门干 让我痛苦的事 米莲 我告诉你 我不会杀小曼姐 我会把她送去南京 交给龙教官去处理 这是我能做到的极限了 你把她送到南京 对 那特务机构不照样杀了她呀 只要她能答应脱离共产党 南京方面 就让她到精灵大学做学术研究 你痴人做梦 我们结婚到现在啊 天天吵嘛 没有一天消停过 上次你在小白花咖啡馆做假口供 我假装不知道帮你蒙骗过关 无手一到达小报告打到中统局去了 要不是龙教官 考虑她妹妹牵涉其中 把这事给压下来了 恐怕我这警察局长的乌杀帽 也给撸了 就是这乌杀帽害了你 撸得更好 这共产党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了 你要出主替他们说话 是我表哥的牺牲 还有上海数千公有的先婿 让我知道国民党当局 残暴 堕落 这根本没有对和错 只是信仰不同罢了 你不懂 那中国人不能杀中国人吧 你说说你 你装了多少爱国人士 还有学生 你说呀 我说你们这些布尔乔亚 老是把民主啊 自由啊 挂在嘴边 我就是因为太爱你了 才降低我的智商 也许你说得没错 我们俩的婚姻 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吴队长 省了一个晚上了 有没有什么人招供啊 没有 一个也没有 局长 满铁特高快的日本朋友 愿意协助我们警方 他们向我们保证 可以向我们提供 三份满洲地下党的 照片和档案 不过对方开价很高 好 开价多少啊 对方开价 满洲省省委委员级别 一人三千元 县委书记级别 一人两千元 干我们是什么呀 菜市场啊 狮子大开口啊这是 都怪我们自己不成器 日本情报工作的确已留 我们有的情报他们有 我们没有的情报他们也有 局长 日本朋友可说了 只要我们交钱 就向我们交出 三张满洲地下党的 照片和档案 我们可以根据照片 抓捕犯人 可是数额巨大 我得向上风 请示一下拨出专款 局长 南京方面 应该给我们嘉奖吧 中统局来电 行我们一周之内 把黄小曼押去南京 其他政治犯 在东北长官公署的多半之下 由我们自己审办 局长 我派到林定邦家 丁稍子警察 可以撤回来了吗 再定几天 我就不信这些政治犯里面 没人认得林定邦 我有个直觉 昨天开大会 林定邦就在现场 来 小官 欢迎到逢天 视察工作 黄小曼关在哪里 在警察局大牢里呢 那我妹妹龙门雅呢 她太忙了 我看她好久没见了 我妹妹 说不定还和林定邦 住在一起呢 我就不清楚了 我来之前 给我妹妹的报馆 扒过一封电报 如果她还在奉天 肯定会来见我的 对了 教官 今天晚上 东北长官公署 设宴为您接风 是啊 长官 我们这嘎嘎 天高皇帝远的 这大老爷们不喝点酒 大老娘们不抽点汗烟 这太阳得打西边出来 教官 请 好 王夫人 久违了 原来是龙教官 看来我被逮捕 惊动了中统局 是这样 中组部的陈部长 非常地器重您 派我来接您去南京 有些话他想单独跟您谈一谈 是劝我投降对吧 就像当年你们劝靳心一样 邦夫人 共产党已经是强弩之末 军政部长何英钦 代行总司令之职 他调集十八个师 令三个旅 供二十万大军 围剿中共苏区 共产党终究难逃一劫啊 当年你们第一次 围剿我们的时候 也是这么说的 可是到最后 还是被我们反围剿成功了 这次跟以往都不一样 龙先生 我听静心说 你在皇埔军校的时候 就爱吹牛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是一点都没变 是吗 龙教官 你也别浪费口舌了 我们两个人 道不通 不相为谋 方夫人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不接受 我的建议的话 你们却会毙了我对吧 正好啊 我也正想去找静心呢 方夫人你想多了 我们无非 是盼你终身监禁 你的余生将在 暗无天日的监狱里度过 陪伴你的 是永无休止的责骂 体罚 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你看不到自由 也没有希望 方夫人 这种后果 你确定能够承受 这受得了受不了 没有受过 我也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 等经历了以后才会知道 龙教官 你说对吧 禀刚好两天你去哪儿了 我问你话呢 你是不是去找灵定帮商量 怎么救黄小曼 我告诉你 你最好离共产党远一点 要不然就算你是我老婆 我也救不了你 龙雅就是个例子 我是为你好 现在共产党就是烫手了山芋 谁碰谁倒霉 来 马浩宇 你别再跟着我了 嫂子 是我哥让我天生保护你了 让你保护我 我看是监视吧 我哥是真爱你 他不想你犯错误 我这辈子犯的最大的错误 就是嫁给他 嫂子 话可不能这么说吧 在我看来 世界上没有第二个男人 比我哥更爱你 行了 你不要再跟着我了 你再跟着我 小心我不客气 嫂子 队长 怎么样 找到好也没有 还没有 但是我们已经把兄弟派出去了 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 局长 绑匪来信了 哪儿找找的 这信 是被人扔到我们警察局门口的 糟了 好也被共产党给绑架了 他们要拿他来交换黄小曼 这么大的事 咱们也做不了主啊 最好请示一下 警务处长和卿尘大臣 龙副局长吧 交换人质 倒是一个抓捕 共产党特工队的好机会 我们以黄小曼为耳 当然 我们必须保证 马副队长的安全 为了抓区区几个共产党 还让我弟弟冒杀风险 这不值得 严所长 你帮我跑一趟 你去问林定邦 他愿不愿意当这个 交换人质的中间人 我想他为了救黄小曼 一定会有所行动 到时候 就让他在南京的龙教官面前 原形毕露 局长 这个安排 不知道龙副局长 会不会答应啊 毕竟 是他老妹儿的丈夫啊 那这样吧 你先私底下问问林定邦 他要是愿意当这个中间人 我再去找龙教官 就说 是他主动提出来的 你这干着挺欢日啊 一个月三十八块大洋 不错啊 涨了 那是以前 现在是五十八 小日子过得也挺滋润的 有吃有喝的 您可是大人物啊 今天来我们这儿 什么事啊 请哥哥您喝酒 不喝 我开车 黄小曼被抓了 知道吧 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啊 谁抓的 自然是马浩天 可人家共产党也不含糊 下令抓了他弟弟马浩宇 他活该那马浩宇 成天招摇过世的 不抓他抓谁啊 哥哥 您不知道吧 刚才共产党特工队 给警察局发了封鸡毛信 扬言要以马浩宇 交换黄小曼 我算是听明白了 这事一出啊 马浩天的脸上挂不住了 是吧 不愧是发小 一言中低 关键是 我们跟共产党 想来没什么往来 交换人质 这心里都揣着小酒酒 所以啊 还是得请林大哥您出面 当个中间人 确保双方人质安全 为什么找我 其实这是我的主意 林大哥给他们递个话 他们就不至于乱来了 我想的是 你们有没有胆量和权力 释放黄小曼 所以啊 知道这件事的人 越少越好 交换现场 彼此双方不能超过三个人 行了 这要不是看待黄小曼 是我的师母 这茬我还就不接了 但是我有个条件啊 我得有一个人身保险 好 这可可以有 问题是多少 你们双方各拿出 两千五百块大洋 少一块美滩 好 可以 我从我的活动经费里出 中共方面 你得自己卸上 还有 这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尤其是大帅府里 否则咱们一排两散 一言为定 行了 我这还忙着呢 好 那你忙着 你们真听话 哥 帮爹 挺包 汪雅 你们还好吧 我们躲在这儿 敏莲天天晚上过来送饭 好 来吧 先吃饭吧 吃完饭我带你们黎沙这儿 来 好 敏莲 来 谢谢你啊 这是我应该做的 你真的要带她们离开这儿 对 可是我觉得 这儿比你们住的地方安全 不如把小曼姐救出来之后 再来接她们 敏莲 虽然救出小曼姐有很大的困难 但只要有一线希望 我还是想试一试的 好吧 那你们先吃着 我去外面看看 哎 好不好吃啊 好吃 干吗 跟你有什么好聊的 要不这样 你放了我吧 放了你 凭什么 只要你能放了我 这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你 当真 当真 我马浩宇说话一言就顶 如果我要你的命呢 姑娘 你开了什么玩笑啊 你长得这么漂亮 你何苦跟着共产党吃苦呢 你跟着我马浩宇 我保证你以后吃香的喝辣的 跟着你 对啊 我不会亏待你的 我呸 马浩宇 再胡说八道 我一枪毙了你 好 我不说了 好 叶处长 已经同意交换人质了 时间和地点由我来安排 并且同意先支付两千五百块大洋 等退彼前到我的账以后 我会交给组织 把它作为猎上的负纪金 丁蓬 你有几分把握啊 具体的细节 我还要跟马克他们 再商量商量 顶帮 我哥已经来奉天了 我想 我应该可以帮你们一把 霍雅 如果有可能的话 你打听一下 你哥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还有 交换人质那天 他到不到现场 好 你要出去的话 往二绣怎么办 那只有拜托迷恋了 好 迷恋 没问题 不过我得提醒你们 马浩天心很手辣 就算他答应交换小曼杰 你们也得提防他 耍阴谋 知道了 迷恋 那拜托你了 我们走了 我走了 这不是灵定帮和龙温雅吗 这不是灵定帮和龙温雅吗 他们怎么会在这里 我自己下转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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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我可以 你 我可以 把 龙教官 万州省卫特工队 要拿你弟弟交换黄晓曼 你怎么想 黄晓曼是共党要犯 不能交换 你要是不交换 中共的特工队 会杀了你弟弟的 你忍心吗 我弟弟为国捐躯 死得其左 行了 少来这套虚的 既然中共方面答应交换 那就交换好了 国公情报机构交换俘虏 这也不是第一次 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教官 林定邦这次主动提出 愿意当这个 交换人质的中间人 你不觉得可疑吗 林定邦缺乏的 恰恰就是这种诚服 他是性情中人 再说了 方建新在死之前 被托过林定邦 帮他照顾好 黄晓曼和孩子 他是一诺千金 长官 我觉得我们可以 将计就计 一网打进 满州省委的特工队 以此试探 林定邦是不是共产党 他是我的妹夫 我是多么希望 他是个无党派人士 但是 只要他暴露出 是满州省委的特工 负责人 我就绝不会孤膝养间 你们立刻将他制裁 是 长官 哥 救我呀 哥 闭嘴 哥 你还知道我这哥哥 我不要你来 不要你来 可你呢 丁丁包 龙朝馆 哥 你 你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 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还把我妹妹往这儿带 哥 丁包不愿意带我来 是我自己要来的 闭嘴 三年前 我冒险跟马浩天放你一马 让我妹妹跟着你到奉田 你们结了婚 我没反对 你们有了孩子 挺好 可是今天 你就是这样来报答我的吗 我这个妹妹 我从小把她养大 我把她看得比我生命都重要 可是你呢 就是你这个混账王八蛋 你这么多年来 你对得起她吗 哥 龙教官 马局长 这次呢 承蒙你们信任我 请我做你们的中间人 我呢 还是那句话 既不相信共产主义 也不相信三民主义 我就知道 现在日本关东军虎视眈眈 中国人不能再杀中国人 我说丁丁包 你说话的语气 怎么这么像共产党的宣传单呢 马局长 你看你这话说的 这共产党三个字 也没刻在我额头上是不是 行了 行了 不说这些了 浩宇在这儿呢 赶曼姐呢 把她带过来 带上来 小曼姐 现在就交换 别上当了 哥 你们还讲不讲信用 跟共产党讲什么信用 马局长 马局长 幸亏我也留了一手 狙击手 龙教官 马局长 你们最好遵守游戏规则 否则的话 他们会随时要了你们的命 漂亮 看得漂亮 不愧是我龙文康的学生 几年不见 你本是舰长啊 没办法 这也是被我的老乡老同学 马浩天给逼的 这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更何况是人呢 明帝帮 你赢了 把军西兽给我撤了 我们离开他们自然会撤 我才不信呢 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放他们走 让开 是 门雅 这么多年没见哥哥了 你就不想陪我聊聊天吗 对不起啊 哥 好 队长带着小曼姐他们撤了 那咱们也撤吧 就这么放过他们 太可惜了 可是队长吩咐过 只要他们脱险了 我们就放弃去计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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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来了 行了 赶紧撤吧 好 林丁包 想不到马浩天留了这么一招 只怕是龙教官的主意 林丁包 赶快放下枪投降 谁投降 还不一定呢 聂处长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 你们马浩天局长 已经被我方击毙了 对 没错 这是被我打死的 一枪爆头 别提死的有多惨了 你胡说 你就不想一想 要是马浩天没有被我方击毙 黄小曼我能带得出来吗 局长还活着 兄弟们 给我打 你打 尉牙 尉牙 打 林丁包 大跑 赶紧撤吧 好 撤 撤 小半姐呢 来不及受了 走吧 撤 小官 这边撞到两个 文雅 皇小曼 没想到 你的运气这么差呀 差就差一点吧 有谁还能好一辈子 你受伤了 哥 你放我们走吧 我求你了 放你走 我帮你回去 继续跟那些共产党鬼混 你想都不要想 我告诉你 今天我不但要把黄小曼带回南京 你 我也要一起带回 这辈子你都甭想再见到林鼎帮了 哥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怎么不能 我是你哥 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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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进去 走 进去 哥 你放我出去 哥 哥 放我出去啊 哥 别喊了 小曼姐 对不起 我们没能把你揪出去 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 本来他们只抓我一个人的 现在倒好 把你也给抓进来了 没事 没事 怎么样 没抓到 还是让他们跑了 就差这么一点点 为什么我们每次运气这么差呀 马局长 不能这么说 你我今天没有被林鼎帮的狙击手抱头 运气就已经不错了 再说了 黄小曼不还在我们手里吗 哥 外面有个女人找你 女人 嗯 局长 你们是米练的同事吗 我叫周丽娟 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想向你提供一个情报 情报 你给我来 我真是没用 小曼姐不但没救出来 连文雅也搭进去了 文雅是龙文康的亲妹妹 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 只是小曼姐 再想营救她就难了 四爷 大宝 你们怎么下山了 我们知道你们共产党遇到了麻烦 所以我们去下山看看 小子 你知道我们家大宝有多么担心你吗 四爷 大宝 你们来得正好 小曼姐 有件事啊 我想请你们帮个忙 你说吧 只要我们帮得到的话 我们亦不容辞 现在 文雅和小曼姐已经被捕了 我们要想办法去营救他们 可是没有时间和精力 再照顾望儿和秀 我想请你们两位 把他们带到黑火山上去 可以啊 那他们两个现在在哪里啊 望儿呢 米烈和秀儿也不见了 昨天晚上还在那呢 快点 进去 米烈 快点 滚本 嫂子 米烈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暴露了 啊 嫂子 跟我到警察局走一趟吧 对不起 我没能保护好孩子们 望儿 望儿 为了防止夜长梦多 今天晚上我就坐飞机 带黄小曼回南京 文雅和望儿 我也一起带走了 那其他人呢 你是说米烈吗 对 米烈包庇共产党 多次给林定邦通风报信 马局长 你不会训私情吧 如果说包庇 那龙文雅应该更严重 他一直和林定邦生活在一起 你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就是觉得 应该一视同仁 要是教官把龙文雅带回去 是关押的话 那我没意见 可要带回去是放的 那我也只能把米烈给放了 马浩天 你是在威胁我吗 我不是威胁 我觉得这才叫公平 马浩天你听好了 文雅是我亲妹妹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去保护她 我会让她跟林定邦脱离关系 我还会让她再婚 从此跟共产党没有半点关系 你的米烈能做到这点吗 我 浩天 不要为了女人 断了自己的前程 孰轻孰众 自己点灵这般吧 队长 打听清楚了 米烈 秀儿 望儿 都被警察局带走了 他们是怎么暴露的 听说是被一个师范学院的女人 向马浩天告密的 对 可恶 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 现在他们都关在了警察局 五口八雅 难度挺大的 那也不是没可能 丁邦 你有什么好注意 调狐狸山 快要慢 走 去哪儿 跟我走 要去哪儿 走 我不走 放开我 米烈 滚雅 米烈 局长 龙舅官已经走了 把嫂子放出来吧 是啊 局长 我和吴队长一定会严守秘密的 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要让少帅知道我徇私枉法的话 那我这辈子就完了 我觉得 只要让嫂子答应 不再跟共产党来往 就问题不大 她不会答应的 马浩天这辈子对谁都有办法 唯独对她一点招都没用 她们被带走了 你要把她们怎么样 龙舅官把她们带回南京了 什么 米烈 忘了她们吧 忘了林丁邦 忘了共产党 忘了这一切 让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你觉得可能吗 怎么不可能 我一直等着你 你把我要去南京 你把我要去南京 你别这样 只要你跟共产党撇清关系 我马上就能放了你 不可能 这林丁邦到底有什么好的 让你这么死心塌地地喜欢他 就是比你好 比你好一百倍 一千倍 一万倍 你 我哥就是比你好 就是比你好咱弟 你再说一遍 干什么 你还要打孩子 你算什么男人啊 局长 局长 我们发现了共产党特工队的下落 好 集合队伍 我这次一定要把林丁邦 还有共党特工队一王大进 是 我要抓了林丁邦 在你们面前亲手杀了他 我看你们还怎么喜欢他 快追 快追 有没有看见零丁帮 局长 正面没有零丁帮 糟了 走 跟我回去 好 快点 米烈 大宝 丁帮 怎么只有你们两个人 龙文康把他们两个 带回南京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刚走没多久 我们先出去再说 好 走 大宝 我们在一起目标太大了 咱们谁都跑不出去 大宝 你带着袖从那边跑 我带着米烈从这边跑 好 走吧 好 走 追 是 站住 灵丁帮 看你们哪儿跑 马昊天 我求你了 就放我们走吧 你们 对 我和零丁帮 可你是我老婆呀 不是了 早就不是了 你 零丁帮 我和米烈弄成现在这个局面 都是因为你 今天 我们做个了断吧 好 你说怎么个了断法 我们都是黄埔军人 没必要说废话 一枪地输赢 活着的人 带米烈走 马昊天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一定要这样吗 我同意 丁帮 你让开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丁帮 马昊天 你们干什么呀 来 马昊天 你的运气不可能永远那么好 今天是你输了 这是你的报应 丁帮 就饶他这一次吧 还不快点走 米烈 我走之前 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路都是自己选的 怪不得任何人 我们三个人走到今天这个局面 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要怪就怪你自己吧 马昊天 今天我就饶你一命 你还是好自为之吧 米烈 你要是走的话 我马昊天跟你恩断义绝 你会后悔的 你会后悔的 你跟马昊天真的彻底翻脸了 他亲口跟我说的 要跟我恩断义绝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你带我上山吧 别开玩笑了 我是认真的 丰田城是个伤心之地 我不想再待下去了 也不知道小曼杰还有龙文雅 还有望儿怎么样了 龙文康把他们带到南极 你会不会吃苦造罪呀 哥 别难过了 说句不好听的 天涯何处无芳草 以你的身份和能力 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啊 是啊 局长 滚一边去 让我静一静 哥 滚 说实话 我哥对米恋嫂子 真是一片痴情啊 可惜这米恋嫂子 被共产党迷惑了心智 上次在小白化咖啡馆 那个服务员 就供出了米恋 龙文雅 司徒共产党 局长当时下不了手 要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呢 好了 别说斗鱼的话了 走吧 让局长一个人待会儿吧 走 小豆子 你带袖儿去玩吧 要注意安全 放心吧 宝姐 我们去那边玩 好 米恋 没想到 你进步还挺快的 还不是你这师父教得好啊 那是你悟性高吧 都这么久了 你怎么没有想过找一个男人呢 找男人吗 谁不想啊 我当然想了 但是没有人喜欢我 你让我怎么办 你心里还想着定帮 是吗 那你呢 我不一样啊 我可是 嫁过人的人了 我们两个怎么混得这么惨啊 老大 老大 你怎么样 老四 查清楚了吗 我欲蝴蝶办事 哪有办不成的呀 我是说看这个女人 那么眼熟呢 你们猜 她是谁的老婆 废什么话 说呀 正你去查的 我们哪知道 她是马浩天的老婆 因为贵家共党 被马浩天一脚踢出家门了 马浩天 站起来 杜眼龙 你干什么 花大宝 你稍管些事啊 我告诉你 米恋是我朋友 别想对她干吗 马浩天的杀了我弟兄 她是她老婆 我能不找她算账吗 难道你不知道 她早就跟马浩天 划清界限了吗 谁知道是不是 真的划清界限了 杜眼龙 你别怪我花大宝 呛口不长眼 你试试 干啥干啥 再也 又给我起内哄了 把枪挂发去 还反了你了 米脸 对不住啊 让你受惊了 军长 有两个情报 说 第一个情报 是日军从本土 约来了四门一百一十五毫米 大口径火炮 据说炮口 全部指向北大营 明天日军满天守备队 要在柳条湖一带 举行实弹演习 不准我军警靠近 日本关东军 真是越来越嚣张 军事演习 都演习到咱们鼻子底下来了 第二个情报 是中共方面的 他们从关内 又派来了一个新的负责人 姓何 明天抵达方天 我刚抓走了一位 又送来了一位 这抓共产党是没完没了 委员长出动几十万兵力 两次剿灭红军 都以失败告终 何况是我们哪 把昊玥还有五队长交进来 我们商量商量 怎么对付这个信和的 是 局长 你别这样 这可是我传教士的命根子 我看一下 走走走 好好好 赶紧走 你检查一下 请问您找谁 你好 请问这是出版社的李编辑家吗 是 您是 我是官吏来的传教士 跟李编辑约好了 来谈一本 关于宗教方面的书记 好 那您请进吧 好 队长 何书记来了 何书记 终于把您给派来了 好 林顶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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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莫修 怎么会是你呀 好兄弟 好兄弟 莫修 真的是你啊 如假包换 来来来 快坐快坐快坐 坐 来 姐 真是没想到啊 快坐 快说说 这几天怎么过来的 你也不先请我喝杯水再说 你看我 我这高兴忘了 来 快跟我说说 1927年 蒋介石在上海 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王精卫 在武汉发动七一五事变 中共中央决定 发动南昌起义 打响武装反抗 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那你是参加了南昌起义 后来起义 受到国民党军的血腥镇压 再后来我就参加了湖南起义 并于第二年的四月 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同毛泽东领导的 相干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那你怎么又来北方工作了 前段时间 蒋介石对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的 第二次围剿 以失败告终 我就被调到北方了 莫兄 对不起啊 我们没有保护好小曼姐 他被捕以后 就被押往南京了 我们已经得到了情报 南京那边的通知 正在设法营救他 对了 莫兄啊 不 何书记 中央对我们满洲省委的工作 还有什么具体要求 好 你们几个先出去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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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邦 这次党中央委任我为满洲省委军委书记 中央希望我们加强对日情报工作 日本军方借着中村镇太郎事件 大做文章 向东北军和南京政府施压 中央要求我们做好突发事件的准备 最近关东军军事演习的针对性非常强 一个是凤田城一个是北大营 就你们这几杆枪力量太弱了 我们需要搞统一战线 要加强抗日的各个山头的帮会势力 还要加强在东北军中的渗透 我明白 莫兄 这次满洲省委机关受到了严主的破坏 我作为队长难辞其咎 我请求组织给我处分 这是惨痛的教训 处分当然是要给你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找出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省委内部会不会出现了内奸 这个内奸又是谁 这个内奸又是通过什么方法 把情报传出去的 我们要一一派查省委内部 尚未被披露的同志 据悉 中共已从关内派遣一位军委书记 赴奉天收拾餐酒 来人可能会内部排查 注意隐蔽 龙 这个内奸 好 浩天 周济盛 浩天 班长 我是班长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还不相信呢 二次围着 红军中央根据地 不是失败了吗 来北平开会 顺便啊 来看看你 对对 坐坐坐 好好 坐坐坐 我可告诉你啊 今天不醉不归 好 你说的啊 不醉不归 浩天 这次我来 还给你带个人了 谁啊 我堂妹 她就在奉天工作 浩天 您的事我都知道了 天涯何处无芳草 比如我这个堂妹 至今还未嫁 就看你能不能看得上了 我说班长 别开玩笑了行吗 我没开玩笑 这行不行 一看也在说嘛 你别瞎胡闹了啊 这人待会儿就来了啊 我说您这 我来了 来了 您在哪个屋呢 堂妹 这儿 这儿 进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堂妹 周里轩 马局长 不是 你们两个认识啊 她是迷恋的同事 我们 我们见过几次 那太好了 既然你们两个认识 我就不用介绍了 来 坐坐坐坐 坐坐 服务员 加一套碗筷 来了 浩天 今天不醉不归啊 来 我堂妹 我跟你讲 变漂亮了 行 不醉不归 不醉不归 来 我今天没喝好 你没我能喝 我还能喝 你行不行 我还要开会 我先走了啊 送我妹妹回去 哥 我先走了 班长 你 班长 去吧 班 班长 你住哪儿 我送送你吧 走 你既然到家了 我就先走了 马局长 进来喝杯茶 来 喝多了 让你看笑话了 马局长 你今天跟我堂哥 喝了不少酒 喝杯茶吧 先行行酒 来 谢谢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我帮你擦 没事没事 马局长 你这是干什么 马局长 别这样 马局长 快 马局长 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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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剧长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我还没有嫁人呢 以后出去 要我怎么见人啊 你放心吧 我会对你负责 干什么 谢谢你了先生 举手之劳 请问先生您怎么称呼 我姓马 姑娘 我还有事 后会有期 小琪 我们的电台 还能和共产国际远东局 保持正常联系吗 每周通电一次 小琪 这次中央 让我们的第一时间 获悉了满洲省委 被破坏的情报 你立了一功啊 这是我应该做的嘛 小琪 这次我来呢 带来了新的密电码 从今往后 你只负责发报 收报后 电文由我亲自破译 也就是说 从今天开始 我再也接触不到 中央给我们满洲省委的 电报内容 那我们发出去的电文呢 也由我亲自编好密码 你按照新的密码发出 那我们跟远东情报局的联络呢 密码不是我们单方面说改就改的 这个你放心 我们对苏的联络方式和密码暂时不变 中央迫切希望 获得苏联对满洲局势的判断和指示 好 一切服从组织的安排 对了 小琪 省委扩大会议那天 你在哪里 小曼姐不允许我跟其他人见面 她害怕我暴露自己的身份 让我在地下室待了三天三夜 躲过了这次大搜捕 小曼姐被捕我也很伤心 还痛哭了好几天 还有 小琪 就是为了电台和你的安全 从今往后 如果你要外出的话 必须有特工队员柯兰 护驾在你身边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有个人陪我说说话 也不至于太孤单寂寞 昊天 你知道吗 其实 我早就喜欢你了 真的假的 真的 如果我说半句假话 我不得好死 那你为什么喜欢我呀 那时候 你为什么要是迷恋 不是羡慕 是妒忌 你对她那么好 可是她一点都不领情 那时候我就在想 什么时候能有个男人 这样对我呀 你就是因为妒忌才出卖她 把她藏上的地方告诉我什么 她勾结共产党 跟共产党不清不白的 我当然要告发她了 这是原则问题 好一个原则问题 你怎么了 好 没事 我们接着讨论下一个问题 我来东北之前 中央就一再提醒我 东北局势复杂 特别是要密切关注 关东军的军事部署和动向 日本人一直垂涎 我们东北的广袤土地 早在日俄战争获胜后 他们就夺取了 我们的吕顺大连 以及满洲铁路沿线的驻兵权 根据我们的情报 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 石渊婉尔中所提出 中村镇太郎事件 是关东军进驻满洲的最好借口 中央要求我们做好万全之策 加强对日情报 和地下抗日武装力量的建设 团结好东北军的爱国官兵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 米莲姐离开这么久了 怎么 你还在想她 没有 浩天 我听同事们说 在黑虎山附近见过米莲 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 黑虎山 那是土匪卧 她去那儿干什么呀 看吧 看吧 我就知道 你还在想她 我没想她 我已经跟她划刑界限了 她誓死是活 是共产党还是土匪 但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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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怀孕了 你怀孕了 你怀孕了 你狠子 我 我 你怀孕了 走 好 我 他怎么了 他要娶二姨太 我当什么事呢 我跟他早就没有关系了 他爱娶谁娶谁 但他要娶的那个人 叫周丽娟 你认识他吧 不可能吧 千真万确 周丽娟 我知道出卖我的人是谁了 你的意思 那周丽娟就是出卖你的人 二位礼拜请 老天请 老天 礼拜请 恭喜啊 班长 恭喜 恭喜 恭喜啊 实在不好意思啊 让你大老远大 从南京赶过来 这什么话啊 你跟我唐妹结婚 我这当堂哥兼媒人的 能不来吗 老天 听说已经怀上了 偷班长的福 多喝两杯啊 好嘞 阿弟 周丽娟 礼拜请 好好好 欢迎 礼拜请 哥 三弟来了 哥 嫂子 恭喜你们 这些礼物是少帅的 有点心意 少帅在北平军分会主持工作 没法过来 特地让我祝你们白头偕老 哎呀 这少帅真是太客气了 等他回来之后啊 我一定登门拜谢 好 快些 去吧 行 进去了 你们请 你小子 没看见我 没有啊 我先进去了 里边我也得给你得好了 等着我啊 好 恭喜 恭喜 谢谢 请请请 马局长 三宅阁下 你能来啊 我们马宅 真是蓬毕生辉啊 马局长 这可是我第二次参加你的婚礼的 不会让我参加第三次了 马局长 要 一点小礼物 谢谢 谢谢 请进 请进 来 来 召唤一下 来 里边请 三宅阁下 这边请 来 请 宋本君 怎么了 刚才那个人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走吧 队长 我打招清楚了 是什么人 你两个日本人 一个是关东军的少将 叫三宅一光 还有一个是连队长 叫宗本 连关东军的参谋长 都来赴他的眼 马浩天的面子不小啊 队长 我刚刚在里面宴会厅 安了个定时炸弹 你说什么 怎么 你怎么一点都不兴奋的样子 兴奋什么我兴奋 你们这是胡闹 知道吗 日本人对我们东北虎视眈眈 现在正在找一切借口 寻衅开战 如果日本人被炸死了 咱们怎么承担得起这个责任 克兰 马上取回炸弹 好 我去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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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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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慢慢吃 慢慢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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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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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本君 方子小姐 来 大家来喝一个 来 来 来 恭喜 恭喜 好 来 谢谢大家 恭喜 来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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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吃啊 照顾不周 各位 好 恭喜 敬大家一杯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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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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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慢慢吃啊 照顾不周 照顾不周 你不是那位姑娘吗 是啊 你说有缘就会相见 这不又见面了吗 你是来吃酒宴的 是啊 你呢 我 也是 还没看到新娘子 她在哪儿 走 我带你去 好 高坤 哥 你在这儿干吗呀 大哥到处找你呢 让我们去煮桌敬酒 哥 我给你介绍一个我的朋友 人呢 刚刚还在这儿呢 高坤 你没事吧你 走走走 敬酒去 我记错了 难道 他就是马浩天的三弟 马浩昆 不会这么巧吧 今天呢 是我马浩天大婚之日 谢谢各位长官 还有三宅先生的捧场 来 为了我们满洲中日的和谐 来 我请大家一杯 来来来 来来 来 谢谢 来 干杯 恭喜 恭喜恭喜 恭喜啊 来 各位 今天的婚宴呢 就当是为凤天冲冲喜 我昨天 接到你们东北长官署 参谋长的电话 对于日军将炮口指向了 北大营和奉天城 甚不要担心 其实这都是军部的 例行演习而已 如果真的有事的话 我又怎么会有这份闲心 来参加马局长的婚宴呢 是 是 是 一人的出现 那就是对这件事情 最好的辟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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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用餐吧 来来来 喝酒 喝酒 等婚宴结束之后 我带你逛逛 娘的 给这帮日本人一桩 晦气 你说什么 老子说老子不想 跟你们这帮小日本人 一起喝酒 你敢侮辱大日本皇军 狗屁 周大哥 老子是黄埔军校毕业 你们这帮日本人算个屁呀 你敢跟我决斗吗 斗就斗 老子怕你呀 周旅长 宋本军 今天是我大哥大喜的日子 二位给我大哥一点面子 拜托了 孙本军 来 走下 走走走走 算了 好快 你别生气了 什么玩意儿 你再说一句 宋本先生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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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带我大哥敬你一杯 姑娘 你刚才怎么突然不见了 我正想帮你介绍给我二哥呢 对了 还没问你叫什么呢 我叫柯兰 柯兰 有样东西请你交给你大哥 好快 你干什么了 哥快走 屋里有炸弹 走 走 没事吧 没事 大家没事吧 没事 三弟 怎么回事 哥 你看 主兵桌下有炸弹 你先走 阿坤 柯兰是共党特工队的骨干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前两天我在街上碰到两个喝醉的日本兵 欺负他 所以就出手帮了他 这事儿有蹊跷 柯兰既然是共产党 那他为什么告诉我们有炸弹 这帮共产党的心里都恨自局长了 我觉得武队长说得有道理 这共产党先安了炸弹 又让柯兰告诉我们 这不是有病吗 除非 他们害怕炸弹爆炸以后 会有不可估量的后果 日本人 日本人 跟你说什么 我的婚宴上有日本关东军少将 一个中村震太郎事件 已经让外交部焦头烂额 要是再炸死日本高级将领 一定会引起国际纠纷的 引起国际纠纷 那也是少帅和委员长的事情 跟共产党也没啥关系 难道共产党也怕日本人 真让人想不明白 我回来了 浩天 这大半夜的 你就让我一个人 独守空房啊 这婚宴上不是被人 安了炸弹吗 差点把那些达官贵人 还有日本人给炸死 我不得处理处理 这忙活了一天 真累啊 好 谢谢啊 这扇子哪儿来的 我随便拿的 你是去米恋房间拿的吧 没有 这扇子是米恋的 你没去他房间 怎么会在你手里啊 好吧 我承认 是我拿的 我跟你说多少回了 米恋的东西谁都不准碰 包括你 你发那么大的火干吗呀 我就知道 你心里还有米恋 我只不过拿了他一件东西 你就发这么大的火 我只不过拿了一件东西 可是我们结婚的第一天啊 对不起 我不该发这么大脾气的 都是被共产党的炸弹 给搞的 对不起 三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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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着狐痴带传的 被狼撵了呀 不是 三爷 我刚才下山 去柳条湖量电拉粮食 结果半路上 被满铁守备队给拦住了 鬼子说柳条湖正在军事演习 现在人等不得入内 我不甘心杀得到天亮 就尿不悄悄地想偷偷钻进去 结果发现几十个日本工兵 正在柳条湖铁轨旁边 搬印炸药呢 日本人正在柳条湖铁轨旁搬印炸药 莫非再来一次皇姑屯事件 我看不像 我看这架势 不像是军事演习 恐怕是要打仗了 打仗 跟谁打 当然是关东军 跟东北军打啊 当年日本鬼子在皇姑屯 炸死了张作林 东北军 关东军都没打起来 现在打 我觉得不可能 我觉得咱们得下山一趟 这三爷说 关东军和东北军打不起来 可是日本人频繁演习 我觉得有问题 得把这个情报告诉零丁邦 告诉他有什么用啊 告诉马浩天才对 我不想见他 我知道 因为他娶了你的同事周丽娟 所以你心里不太舒服是吧 没有 还嘴硬 你那点心事 我作为女人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当年他那么爱你 你一离开他 他就娶了个小老婆 我早说了 男人全都不可靠 进来吧 沐兄啊 你看看 谁来了 大宝 米列 今天你们太高兴了 何沐兄 原来中国满洲省委 新的负责人就是你啊 这下好了 你跟定邦两个人联手 一起对付马浩天 他肯定不是你们的对手 对了 他们俩给咱们带来的 新的情报 我们有人下山 搬运粮食的时候 看见有一些鬼子 在柳条湖那边 偷偷地运输炸药 要知道 柳条湖离凤天城 不过也就几百米 你们说 这会不会是因为鬼子 要动手了 沐兄 你说日本人到底想干什么呀 难道真的准备开战了吗 不好说 日本人狼子野心 早就对东北亏计已久 而且我们通过其他渠道 得到的情报也是这样 日本关中军内部 一直有股 企图占领满猛的 法西斯力量 日本陆军的智囊人物 石渊婉儿提出 满猛是日本帝国的生命线 凤天城里住着 几十万的市民群众 还有军人 一旦开战的话 毫无准备啊 是啊 不知道 东北长官公署 和警察局 知不知道这个情报 有没有跟日本人 提出交涉呀 我们要找个合适的机会 把我们得到的情报 转达给凤天警队 和东北军高级将领 要不这样吧 我去跟马昊天谈一谈 让他先暂时不要回南京 做好全力应付 突发事件的准备 保卫凤天城 要不这样吧 还是你去吧 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能见到马昊天 要么有生命危险的人 可能只有我了 那我就去一趟 他好想踢我呢 他好像踢我呢 他真的在动啊 哥 嫂子 我有个事要跟你说 什么事啊 这么神秘 嫂子来了 米莉 你怎么回来了 不欢迎吗 欢迎欢迎 都这么大了 几个月了 预产期还有两个月呢 要是像他爹那样 不择手段 心狠手辣 那就太糟糕了 我还没有吃饭呢 换完厨房 准备一桌 夫人最爱吃的饭菜 好 你夫人不是在这儿 怀着孩子吗 你说错了 哥 米莲嫂子 丽娟嫂子 我忽然想起来 我警察局那边还有点事 我就先走了啊 你慢慢吃 我 我肚子不太舒服 我去睡会儿 你们慢慢吃啊 我 我肚子不太舒服 你们慢慢吃啊 你们慢慢吃啊 你不配你夫人啊 什么夫人不夫人的 你不配你夫人 米莲 这段时间你都在干什么呀 听说你去黑虎山了 当土匪啊 为什么要当土匪啊 土匪有什么不好啊 大口喝酒 大口吃肉 又不用担心自己的朋友 互相残杀 你知道吗 其实这段时间 我 我挺想你的 不是你说的我们两个 已经恩断义绝了吗 他还怀着你的孩子呢 马上就要生了 你好意思说得出口 可我真的很担心你 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你这话什么意思 黄四郎 让我给你烧一个情报 黄四郎 什么情报 有一个伙夫 发现日本工兵 在柳条湖铁轨附近 搬运大量的炸药 他怀疑日本人 可能想再次制造 皇姑屯事件 去嫁祸给东北军 请债奉天成 黄四郎的话你能信吗 他巴不得我跟日本人打起来 他们坐山观虎斗我 你先说 我和花大宝把这个情报 告诉林定邦了 林定邦说大帅 附有几个老长官 在几天之前 就把家中的戏软 还有家眷 转移到北平城 这意味着什么 你应该很清楚 我说米烈 你一个老师 对打仗的事情也不懂 但是你能来看我 我 我是很感激的 你要调毁南京了是吗 说是说调毁 其实是龙校官 为了缓回终日矛盾 把我当替罪羊了 你能不能晚些走 等风波过了之后你再走 你是警察局的人 只要你人在 警察局的武装 就不会被解除 那万一要是有事 还可以保卫 奉天的老百姓 那这样吧 我先给南京方面 去个电报 深情晚 回南京几天 米烈 你别回黑虎山了 留在我身边 跟我一块儿 回南京吧 你觉得有可能吗 你伤害过一个女人 不能再伤害另一个 她肚子里 还怀着你的骨肉呢 你什么意思啊 米烈 我们好不容易见上一面 你就多住几天行吗 你要是多住几天 我也答应你 晚婚南京几天 我住在这儿 周丽娟怎么办 要是你坚持想走 可以等她生完孩子再走 我工作太忙了 这丽娟生孩子 也需要女人照顾 行吗 来 这些菜啊 你多吃点 给 最近你可瘦多了 这个南京老虎桥陆军监狱 是条件最好的监狱 就是 这儿的伙食实在太差了 我知道 你无法原谅我 未经你允许签字 就擅自在凤天日报上刊登 离婚启示 但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你好 你要是不离婚 就无法洗脱跟共产党的嫌疑 这是要把老几做穿的 你为了林鼎帮 耽误了整整三四年 一个女人最美好的时光 有几个三四年呢 你这样做 无非也是为了自己的仕途着想办 你还想怎么样 我想重新为你组织个家庭 有一个男的 一直在惦记着你 就是我的得意门生 朱继生 他现在是两杠三花 在七十四时做副参谋长 皇马卦作战应有 请涂量啊 都这么晚了还没回来 不会有什么事吧 放心吧 就算马浩天再狠心 也不会舍得对米恋下手的 顶多 是把他扣押下来多住几天 对了 有文雅的消息了吗 我托南京的同志 打听到的消息 他在《民国日报》 还有《丰天日报》上宣布 和我解除婚姻关系 然后龙教官 就把他从监狱里 给救了出来 那望儿呢 望儿倒挺好 其实我觉得文雅这么做 肯定是有他的苦衷的 我不怪他 他的选择是明智的 顶邦 你也不要难过了 是你的 总有一天会是你的 就好像米恋 你喜欢他 他要嫁给马浩天 你喜欢文雅 他又跟你离婚 其实吧 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 可以给你攻患难的女人 可以给你攻患难的女人 你的房间我动都没动过 还和原来一模一样 你们有必要这样的 不到药了 咱俩休息吧 浩天 我告诉你的情报 你一定要一起重视 日本人一嫌狡诈 做一些防备 还是有必要的 这东三省的东北军高级将领 天天花田酒地不证业 我还听说 我们炮兵团的团长 居然把大炮的炮栓 统统锁在了军火库里 这日军 隔三差五地在那儿 搞军事演习 可这东北军 却熟视无睹 那如果真的打起仗来 奉天能守得住吗 奉天的警察 加上守备队 一共九千多人 但是真正有实战经验的 还不到几百人 这形势 真是让人担忧啊 我已经安排了工兵牌 在柳条湖铁路上 安置几百公斤炸药 半夜炸了南满铁路 我守备大队 即刻向北大营 发起猛烈警攻 我驻载在辽阳的第20团 立刻向安山 本系 俯顺突击 以最快速度控制奉天城 满天守备大队 有没有把握拿下奉天城 奉天城内 虽有九千名警察部队 但是一大半 都是佩戴警棍 维持治安的交通警察 唯一对我们有威胁的 是奉天警察局局长马浩天 及其部下的六百名武装警察 他们配备有卡车队 摩托车队 机动性很强 火力很大 我曾经也试着拉拢马浩天 可是此人表面上客气 内心却对我们有极大的防备 前几日 我们去参加马浩天的婚礼 差点被定时炸弹给炸死 要不是他和新娘子 也在现场的话 我几乎都怀疑是马浩天 指使手下干的 我听说当时 现场还混入了一名 女共产党员 我看 我们可以利用这一事件 由关东军司令部 向南京国民政府 和东北长官公署 进行强烈抗议 并且下达出个最后通牒 第一条 责令 南京国民政府 东北长官公署 向帝国关东军公开道歉 第二条 责令 免去凤天公安警察局局长 马浩天的职务 第三条 凤天城内的所有警察上岗巡逻 只允许携带警棍 不能携带任何武器 第四 凤天城内 停止一切反日抗日的游行 宣传和集会 我马上拿去改正 用最快速度发往南京和凤天 困住了凤天警察部队的手脚 松本军就可以辱入无人之境 诸位注意 在攻打北大营之前 要严格报名 我会在柳条湖爆炸 和攻打北大营之后 再向本庄反司令官报告 如果帝国内阁将来追究 肇事责任的话 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欺负一谢天下 改变满洲国的历史时刻 这就要到了 无论我们是成功还是失败 诸位的英明将永垂实策 瞧瞧 谁要你自作多情 办个二婚婚礼 还要把关东军的将佐请来 长官 不是我请他们来的 是他们自己要来的 总而言之他们来了 还差点在你家公关里被炸死 这是铁板上钉钉的事 你怎么擦屁股吧 这第一条 我本人公开向三战参谋长 还要拿松本林队长 赔礼道歉 我同意 第二条 对我马浩廷本人的处罚 也有上司调度 至于 第四条 在奉天城内 不能有抗日反日的游行 集会宣传 我也同意 毕竟 这也符合上帅的指示 你怎么不提第三条呢 这第三条万万不能同意 要我们警察不能携带武器 只能拿着警棍 这不等于解除我们的武装吗 要是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后果不堪设想啊 你小子眼睛里边 是不是没有我们十万东北军哪 长官 你拿的是中华民国的军项 不能日本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不要以为你是黄马卦出身 你的职务是南京直接任命 在奉天这一亩三分地上 老子该干什么干什么 是 你记录 是 奉天马 日本关东军至最后通牒 已经发证南京政府外交部 经有关部门反复研究 为了避免事态扩大 决定 同意按日方四条要求办理 卓马浩天三日内移交工作 返回南京 另行任用 则定 中统局 去吧 是 你们 大长 你以为上的要求 也能把铁楼爆发 远远远 战争 可以把第二次弹 最大速度的各地 郵送 是 大长 丁邦 他们长官在转移家眷 关东军还要对他们动武 我马上向党中央报告 并通过电台联络 哈尔滨长春市北的负责人 咱们迅速做好应变准备 我现在马上赶回特工队 部署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丁邦 自从你上次 负责出面交换人质之后 丰田警察局很有可能 已经猜出你的身份 你出门千万要小心哪 明白 你保重 保重 靳命名通知 何书记 赶紧向远东海质买发报 什么内容啊 就说近期关东军 调动演戏频繁 恐怕奉天将有军事冲突爆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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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